所以无论是大臣小臣 第一个条件就是破圣剑 不能执着生生活 什么人能做到 圣剑破了自私自利的念头 一扫而光 绝对不会有一念自私自利 我没有了 性量脱开了 什么生活 变法界虚空界 万事万法之苦 在我们中国人有个言语 大家都晓得 母亲宝贝她的小孩 特别是婴儿 两三岁 把她看作心肝宝贝 那真的什么 是一体的感触 那个母子连心 小孩虽然不会说话了 小孩有什么状况 母亲能感觉到 一体 慢慢长大就忘掉了 最终感情就圆了 淡泊了 那祝佛菩萨 对我们 这个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众生 就像母亲照顾一模 心肝宝贝 我们云云众生 都是如来的心肝宝贝 可是我们自己 完全没有这个感受 还对她怀疑 甚至于还对她批评 就是大不尽 大不小 极乐世界 是为我们建立的 不是为她自己 特别是为 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 为什么 米德太盛 业障太重 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 也能够一念 就成福 这个原因 我们要肯定 不要怀疑 为什么 造作物业的众生 它一念能成福 为什么 它本来是福 谁就看那个云 山道大师讲的话 讲得太好了 总在语言不同 它那个云要特别殊胜的话 一下就成福了 虽然造作无你食物 集中的罪 它一念头一转 它就大扯大了 它就成福了 而且念佛法门这个云 无比的殊胜 它是圆满 它是究竟 但是我们自己能不能遇到 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心 所以它经常讲的 心 云 最后是决定 这个后面 我们会念头 就在这一屏里面 心 心比什么都重要 心一定要 纯金纯杀 绝不要 让外面境界 染污了我们的心 外面境界好 没有贪念 外面境界不好 没有怨恨 永远保持平常性 平常性 平常性是真一心 受外面境界的感染 那是妄性 真一心不会受感染的 也就是 时时刻刻 要保护真一心 不要受到外面感染 那最好的方法 是天天读松 大臣 如果感觉到 我这个心里被感染了 不自在了 心动了 那你就念佛 就多进 你就会能够恢复正常 正常是喜悦 是智慧 是灯 当然 就想好 为什么呢 想随心短 心好 想就好 心健康 身就健康 这一定的道理 心清静 神一心 身就健康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修闲修什么 就是修这个